你看现在菊油精一个大 扔回4000血 并且大招冷却时间极短 前一个大放完隔个4-5秒 哎 第二个大又好了 10秒不到 两个大直接回满血 后里一屑 你想象一下 当你残血的时候 你大招一点苍穹一恩 秒回4000血 立马你就可以原地反打 给对面一个天大的惊喜 这个强度我说实话过于离谱 9月29号 菊油精的生命值回复 喜提了一波增强 仅看数据的话 增强的幅度并不大 但是新赛季的吸血回复逻辑改了呀 配上不死鸟之眼以后 橘子后期一个大 每一段回复的资料量都能轻松上签 要知道菊油精是个刺客 它的伤害和机动性本能就高 现在再加一条高回复 那这不得起飞了吗 所以如此玩法 我能不教吗 我敢昧着良心不教吗 我不敢 所以咱们教学开始 请先备战好这一套装备顺序和名文 专业教学仅供参考 友情提示 这是编录的玩法 打野的位置不适用 不要问我为什么 问就是 现在打野橘子弱的鸭皮 准备完毕进入游戏 这一把对线的是锤子妈 说好打是因为咱们足够灵活 可以躲到技能 说不好打是锤子妈伤害太高了 咱们只要虚位一个失误 那半碗血就没了 这边锤子妈的技能应该好了 我躲 接二段厌返接普攻 送这位兄弟上路 燕祖们啊 四十五秒拿下医血 你说朱老师帅不帅 但是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中午宴开玩笑 锤子妈这个英雄 虽然机智落伍 但是他伤害超标啊 你看这 一个技能我三了 但是不慌 咱们有回复他没有 咱们先战密锋芒 先吸一口血 拼爆发 或许橘子不是狠行 但是拼消耗 哈哈 他中午宴拿什么跟我斗 这里咱们挑衅一下 哎 莫慌 二技能晕眩 大招回复 一口血能会250 四口就是一千 看到我这个回复量 橘子损干逆转 哈 没得跑了 斩杀建府弓 潇洒离去 经过了好几次的加强以后 橘子现在的对线强度 已经是要比绝大部分的英雄要强了 毕竟在对抗路 能够证明压制锤子妈的英雄可不多了 并且新赛季 也去保护机制增强了 橘子打野的话 现在想反野不太可能 所以没准啊 以后的边路狙要金 可能会成为主流哦 但是话又说回来 边路的发育 肯定是要比打野慢的 并且没有蓝buff 前期的CD也不是很够 所以如果地方很脆 你伤害不缺的话 那么反甲 其实也可以换成明星 但这一把不行 因为不论是武则天还是鲁班 他俩现在都没有那么好切 这个伤害哈 有时候还真就差那么一点 所以这一把还得是反甲 毕竟CD不够 咱们还可以拉手一下 再伤害一旦不够 那就是真不够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赛季的橘子 切人的伤害总是差一丢丢 差的也不多 就是一丝 前期好解释 也去保护增加了嘛 增加的不多 就5% 那可不就差一次了嘛 但是中期后期也是差一次 这我就很不理解 所以这个赛季 闪现我不带了 我带中节 但是彦祖们 你们喜欢带什么随意啊 这个全都是个人习惯 你带什么都行 无论是中节也好 闪现也罢 都跟咱们的核心玩法不冲突 因为咱们这一套 走的是高激动 高回复 赖线的路子 跟陈小金的玩法很像 都是那种 对面拿一个打不过 来两个 来三个 要抓不着的赖皮玩法 所以咱们的核心思路 是以打牵制为主 同时在配合队友 进行反包围 咱们不是打野 不一定非要去对面后排 因此对于闪现 也没有什么依赖 反正带线拉扯嘛 带个弱化也能行 这里下路带线 想推对面下路高地 不过敌方的猴子皮得很 他总是开着一技能 过来摸摸一下 然后又跳棍跳走 完全是不给我反倒的机会啊 但是吃一线长一阵 两次了 他这个套路我摸明白了 这边略是小技 咱们先普攻 让他先手 我们打反手 一波小操作 送这位兄弟上路 让你皮的 拿下猴哥以后 倒坏了 但是很显然 敌方不打算给我这个机会 敌方的武则天玩得很秀 并且他这一波也非常的皮 竟然敢交闪过来推小兵 一点都没把我当回事 所以没什么好说 直接灭塔 送这位兄弟上路 游戏时间15分钟 敌方团灭了 他这一把 也没有任何选择 直接拿下 燕祖们 今天这个玩法 你学废了吗 用他赢了 记得报我的名字哦